大家好 歡迎來到星語星語 我是阿笨 這一集的星語星語是跟大家分享的 十二星座窄在家裡的原因是什麼呢? 而以下所介紹的星座個性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自己的太陽星座和月亮星座 如果你還未知道自己的月亮星座或太陽星座是哪一個 歡迎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去查詢一下自己的星本 事不宜止 馬上開始 精力旺盛的白樣座會摘在家裡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精力不夠了 需要充充電 又或者是它剛好病了 需要躺在床上 窄原本就是金牛座自己的個性 在自己家裡無拘無束地做自己 真是開心的事 雙子座會窄的原因 主要就是前一晚開P的時候喝得太多 玩得太high了 所以今天有些少宿醉 所以要留在家裡悠陽悠陽 回復一下元氣 巨蝦座也是出了名的擇星座 他們又不喜歡戶外活動 又不喜歡去做運動 所以擇在自己家裡 看一看電視 吃一看自己喜歡的東西 真是一大快事 獅子座誤促換摘在家裡的原因 很大可能就是 它的髮型不好看 又或者是沒有洗頭 因為我們知道 獅子最大的印象就是 那一頭蓬鬆的毛髮 所以髮型不好看的時候 又懶得去洗 懶得去弄的話 那索性也是沒有出門 處女座其實都可以算是一個窄的星座 如果沒有什麼必要的事件出門 那其實留在家裡 看書 聽音樂 喝咖啡 進修一下自己 都是一種活動 天秤座很有可能就是它的眼袋太大 又真的在面上生了一些青春豆 因為會影響到它的硬直 或者影響到它的形象 這些事情 是絕對不能夠發生的 獨處、靜養、放空 就是天蠍座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 放鬆一下自己心情的方法 所以他們經常都會定期讓自己放假 去調整一下自己的思緒 可以想通一些事情 人馬座不出門 一定是一些迫不得已的條件 主要都是天氣的狀況 例如下大雪、白號風扣、煙霾等等 又或者好像現在 Quarantine 被迫隔離 不可以出門 三樣座本身就是不喜歡認酬 不喜歡人多的地方 可以自己在家裡做自己想做的事 又或者休息一下 都是一種很好的活動 所以另一種很簡單 就是打機 只要他們還未過關 又或者是任務還未完成 他們都會一直守在電腦前面 要打機 如果要出門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有朋友約了他們出去一起打機 雙魚座集在家裡 很大的可能就是追劇集 自己不能出門拍拖 那就去看看別人怎樣拍拖 順便露補一下 自己會在什麼時候 什麼狀況 什麼地點 遇到一個條件怎樣的下一任 好了 這一集的聲音聲言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了 下一集將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十二星座他們的金錢觀念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喜歡星座 又或者是塔羅牌的話 歡迎點擊我的頭像 進行YouTube Channel的Subscribe 記得打開你的更新提醒小鈴鐺 又如果你想找阿奔做塔羅牌和星盤的諮詢的話 歡迎寫信到以下的email address 又或者是點擊影片下方的一條link 去進行諮詢 那我們下一集 聲音聲音見 多謝大家